末日之后的经济引路灯 也有人说 这哪恐怕只是卖火柴 小女孩划的一根火柴 不过就算2020年咱们的收入没能翻两番 也不怕 我们不是还有统计局呢吗 不够聊笑 看广告 欢迎回到清清白老会议 不老传说 中国人现在唠了一毛病 爱着急 地铁抢坐着急 敬打架的 医院挂号着急敬罵街的 白酒着急 挂不了杯 加速化计 还有鸡都开始着急 速生了 小孩为了上学着急 老人为了社保着急 至于那些信的世界末日 12月20号之前 就把家产变卖了的人呢 真为他们的智商着急 还有全国观众啊 都为了那相亲节目里边假冒的胜男胜女 干着急 说起这个相亲 以前是见几次面 吃几顿饭 现在是亮几盏灯 灭几盏灯啊 就在不知不觉间 亮灯还是灭灯 似乎成了如何评价一个人的新方法 前几天有一个日本人被灭了灯了 而且是被日本人自己给灭掉的 这个人叫野天嘉宴 你看野天走了 安倍来了 这个世界上 唯有日本首相的更新速度 快过iPhone啊 日本七年七个首相 给您按顺序说说啊 06年开始是安倍晋三 福田康夫 麻生太郎 旧山游记夫 兼职人 还有野天嘉宴 安倍晋三 所以下一届又是福田 再下一届是螺胡或者蛇口 主要是全日本除了这六倍 没人愿意接这生意啊 我们都知道 日本的垃圾分类回收和废物在利用 一直是居于世界前列的 撤关领导 我们说过这是危机公关的手段 冤有头债有主 你看咱们现在想找个人报复 都找不到他了 星期三 安倍晋三是正式接任了日本首相 在之前16号 刚刚确认当首相的时候 当选之初 奥巴马就第一时间打电话 表示了祝贺 还挺有礼貌 不过安倍啊 有点撒意着 电话一挂 他当时就跟旁边人就显摆 知道我跟谁通电话的 美国总统 厉害厉害厉害 小布什知道吗 安倍上次当首相 那是06到07年 那时候的美国总统就是小布什 他还没翻篇呢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以为一切还是原来的模样 这个安倍啊 最欠缺的就是科学发展官 不过奥巴马挂了电话呀 也痛快不了 估计寻死着 熬过这个财政悬崖 我就得上书联合国 下个红头文件 禁止日本人说英语 这日本英语 除了日本人谁也听不懂 那他们还说啥英语啊 他们就说日语就好了嘛 在政坛上啊 被亮灯或者被灭灯 特别平常的事 生活之中呢 有时候一路绿灯 畅通无阻 有时候被亮红灯 难免憋屈 黄灯亮呢 那是提醒您 冲动是魔鬼 做事之前好好想想 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 灯的传说 原始人靠着自然光生活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后来灯因为火而发展 成为了人类祖先 抵御猛兽的主要工具 西州时期 人们开始用蜡烛照明 到了战火 精美的灯具 也随之产生了 中国人对灯的意想 特别偏爱 从滑灯初上 到万家灯火 从灯火阑珊 到灯红酒绿 高楼大厦 激光霓虹 亮的不是灯 是人情冷暖 灭的也不是灯 而是寂寞 各位都知道 在别人约会的时候 给人添堵的人 叫电灯胖 据课本上介绍 世界上第一个电灯炮 是爱迪生叔叔 糊涂出来的 其实在爱迪生 发明电灯炮之前 有两个加拿大的 这个这个这个专家 就已经申请了 灯炮的专利 但这俩人很不幸了 遭遇了人类 最可怕的灾难 没钱 于是在1875年 就把自己辛辛苦苦 弄出来的这个灯炮专利 键卖给了爱迪生 后来呢 爱迪生在这个基础上面 又改造了一下 二刀饭子 摇身就变成大发明家了 这个情况在如今很普遍的 导师的著作 都是研究生写的 原创歌手的歌 都是在地下室里边收的 这年头有本事的 都得求出名 没本事的 砸钱也得出了名 甘心做无名英雄的 只有在人民日报 一名写文章的了 但爱迪生 当初为了这专利 也是脱了层皮的 在英国和美国 打了无数的官司 才拿到手 要说这帮外国人 也真能折腾 你看我们中国 伟大的四大发明 哪个申请过专利 是吧 我们一山寨 还警告我们 你们那些原子弹大火箭 哪个不是科隆的二踢脚啊 但到现在一提灯泡 小屁孩都知道 爱迪生发明的 谁还记得那两个 穷发明家的名字呀 这就不禁让人感叹呀 有钱没钱区别真是太大了 你比如说现在吧 没钱的单身 那叫打光棍 有钱的人单身 那叫钻石王老五 单身贵族 没钱的 在家吃野菜 有钱的 上酒店吃野菜 没钱呢 在马路上骑自行车 有钱的呢 在健身房里边骑自行车 祖宗们啊 他们点蜡烛那会儿 大事儿其实都是在昏暗之中决定的 于是就造就了无数的昏军 等到电灯传到了中国 那已经是清朝末年的事了 皇宫里边第一盏电灯 是光绪十四年的时候安上的 皇宫里边有了电灯啊 其实最高兴的 是宫女和小太监 哎呦 终于不用为了防火 熬夜看蜡烛了 不过也是造话弄人啊 就在这一年 1888年 紫禁城刚有了电灯 油灯却惹了一大祸 一盏小小的油灯啊 倒了 直接导致了真度门的大火 当时皇帝还有一个月叫结婚了 就这把火 把光绪皇帝所有的彩礼烧了个精光 直接损失无法估计 光是后来 这补办的彩礼 就值23万5000两白银 这场火灾 最后呢 是找到了事故责任人 而且处罚的办法是 绞尖红 也就是死刑 缓期执行 所有负责监管的大臣呢 一律是降职扣工资 但最值得困惑的是 这里边竟然没有一个是临时工 其实中国人对于灯啊 这是很有感情的 比方说灯笼 尤其是红灯笼 代表喜庆 过年过节都得挂上 不过这挂灯笼 还有另外一个讲究 你看有个电影叫 大红灯笼高高挂 里边演的呢 就是一大户家族里边 老爷没完 要临幸哪位仪太太 就在哪位仪太太门口 哎 点一盏红灯呢 咱奔你那去 所以呢 这个红灯啊 它不能乱挂 你全挂上它 我觉得身体不行 当年呢 在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失足妇女 也会在自己的窗前 放一盏红灯 久而久之呢 大家就会发现 哪里有红灯 哪里的这个娼气就很猖獗 于是红灯区这个名字 就这么有了 当然了 如果你看见有个男人 手里提着一个红灯 也不要大惊小怪 那应该是红灯记里边找表叔呢 说到这个红灯啊 还有一种我们也特别熟悉的 就是各种路口 咱们建的交通灯 不过按照现在国内 各大中城市的路况 有没有红绿灯 其实都一样 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 穿红色衣服的女人 表示是已婚的 生人无尽 穿绿色衣服的呢 代表单身 各种求关注 求勾勾的 所以最早交通灯啊 就是靠这个红绿两色定了 一开始呢 交通灯 它是靠煤气给吹出来的颜色 因为晾在这儿 晾在那儿啊 而且你得手动操作 掰到上边 掰到下边 每一盏交通灯旁边 都得配警察 站在一旁控制 这会儿红 一会儿绿 红绿 这是一个风险系数特别高的职业 第一盏煤气交通灯 刚刚投入使用 没几天就爆炸了 灯炸了 还陪你这一警察 是吧 我们在此强烈谴责 当年英国有关的这个肢检部门 谴责你 灯红酒绿 万家灯火也好 吹灯拔辣 油进灯库也罢 灯在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具了 它也是一个符号语言 可是有些灯呢 在天亮的时候 大家往往会对它视而不见 可是一旦你走进了漆黑的航道之中 它就能变成引路的灯塔 其实我们生活之中 也经常发生这样的故事 最微小的细节 最简单的道理 最珍贵的情谊 我们往往就是视而不见的 灯到天已经黑了 再想找你当初的那盏灯 可能真的未必找得到了 所以珍惜眼前 是吧 世界末日都闯过来了 还有什么借口不好好活着呢 广告之后解 欢迎回到清清白老汇 会声会色 到年底了 媒体都开始进行大盘点 开心的 糟心的 惊讶的 惊悚的 各种转眼球 就是丑闻加绯闻 裸体加尸体 这几天呢 我主要就是把各个媒体整理的 也整理了整理 看了看2012年 中国听牛 航母出世 神九飞天 蛟龙入海 大桥两半 看来大陆版块确实不宜久留了 关于2012年的年度汉字 这几天各地是纷纷出炉了 马来西亚是改 改变的改 它确实得改 起码它名字得改 改叫马来东亚 尊重地理事实嘛 是不是 日本是金 想钱想瘋子 两岸没